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闆以员工为本 听下去有些空中流角 要落到实处 往往是见尼之柱 进来做这么久 我宦布是最开心的 千万不要走 千万不要走 在这间塑胶原料进出口公司 做了超过16年的米奇奏 正是因为老闆对员工的关心 令他对公司产生归属感 譬如好像我来做了几年 我婆婆走了 公司又做了一个大的花牌 去到我婆婆的灵堂 我妈妈就问 你为什么公司这么好 可以对婆婆 一个不懂的人 可以有这样的心意 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 到现在我还记得 公司老板Terry 和丈夫Edmund 做的是冷冰冰的塑胶原料生意 但对员工的关怀 可以说是外屋及污 除了会对往生者表达敬意 也都推行敬孝金计划 可以再多一个月 每个月给每位员工的父母 一封200元的理事 Franchi 我想问一下 你爹妈妈有什么 我们要坚持 我要写给他 我要钱 我要同事 自己亲手给父母 如果我的儿子公司 有这样给我 我会很开心 他期望可以透过计划 跟员工的父母隔空联系 令他们的父母 对子女的公司更加安心 一路我们都希望同事 他回来做事 他是能够安心 是能够回来 是觉得公司是信任他 他可以 家里又会安心 让他在这儿上班 如果他可以 家里人很明白他 很知道很放心 他在公司工作 他回到家 会给予多些鼓励 和多些话题 Terry和丈夫Edmond 平时和典工相处 亦都好像一家人 整个办公室的设计 感觉轻松之余 亦都平起平坐 两位老板 一样都没有固定的工作位置 脚又可以伸上梳化 你想去那里 倒杯咖啡坐 聊也行 你可以活动的空间多很多 不是你 只是在自己的位置 公司的装修和休戏设施等 都是Terry收集完工意见之后 按他们的意愿所布置 我觉得我们这里 很多创新的东西 是人家觉得不可能的 我觉得事在人为 而且最重要是 那件事大家一起去谈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 大家就会努力去 因为你有份给意见 你有份认同 大家就会一起去努力 将这件事实践 尊重员工的意见 是因为Terry认为 员工是公司重要的资产 而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 亦都可以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 就像我们这样 都会鼓励大家 你去倒杯水 你起床走走走 那你就差很远 因为我都想我身边的人 个个都健康的 那如果你 人生不只是做事 如果你想做事做得好 其实我们心心灵要健康 起码我不是常常 黏在桌上 很辛苦 而且是没有效率的 有人力资源 顾问就认为 中小企的晋升和薪酬 未必及得上大企业 但Terry 乐力提供 以员工为本的设施和福利 保留人情味的经营模式 有助挽留人才 你提供员工的东西 未必好像大企业 有一个很清楚的道路 但因为未必很清楚 而他愿意留在这里的原因 可能是整间公司的企业文化 可能是公司的整个感觉 或者是他想做的 项目是他想做的 或者是员工在那里 可以有能力去做一些决策 这些其实都是中小企的优势 Terry在公司装修的时候 坚持要做一个开放式厨房 中间要有一张大桌 过时过节 可以和员工聚在一起开大食会 而他更加会为员工亲自下厨 中国人很有智慧 例如我们中国人吃饭 是一张沿海 我自己很喜欢 整天在家吃饭 朋友也是吃饭 公司也是吃饭 还有如果那些食物是好吃 又是自己去烹调 其实那份氛围是很开心 和很温暖 这个是三文鱼菜沙律 这个很有营养的西南花 还有这个Palmaham的很漂亮的拼盘 还有我们的同事 帮忙预备回来的寿司 还有这个海鲜的卡邦液的通佛 来吧 就是一些健康的食物 其实大家都健康 其实吃得又开心 如果是自己烹调的 自己煮的 那你又会很温暖 那件事就是更加圆满 很难 Terry的付出 未必能令公司 赚取更多丰厚的回报 也未必能令业务不断壮大 但这种在逐利社会下 和员工建立的深厚感情 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或者不是用营业额和利润可以衡量 没讨厌别的 MINGD-13 谢谢大家 MINGD-13 MINGD-1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